大家好,那么法国的海军新闻网站 据报道,2020年12月9号 法国军备总局DGA欧洲导弹集团和法国达索集团 成功对升级后的改型中程空对地核导弹 ASMPA进行了首次施射 那该导弹将搭载于法国的海军阵风M型战机上 这个ASMPA中程空地核导弹是一种便携的核战斗导弹 它是战斗部超音速巡航导弹 最初它被装备在幻影2000N-K3轰炸机上面 幻影在轰炸机上 后集成在幻影F3R战机上 09年在法国空军服役 那么2010年开始在法国海军服役 2016年12月法国启动了ASMPA中期升级计划 升级后的这个ASMPA将是法国战略空军FAS 和这个河海军航空兵FANU使用的下一种的战略导弹 那本次成功试射后将完成详细的射击阶段工作 将于2021年启动验证阶段和系列生产 那这款导弹呢 也是法国向全世界表明啊 法军啊 法国军队是有核反击能力的 而且是有核弹小型化能力的 大家知道这个五大常日理事国都是有这个能力的 法国现在很低调 大家一直以为俄罗斯啊 美国啊 中国有这个能力 法国也是有这个能力的 不要小瞧了法国啊